连载40多年的日本动漫《足球小将》即将迎来玩截篇 而现实中的日本足球也在近几年飞速成仗 甚至可以和欧美强队一绝高下 而在这一支豪强蓝武士里 就有则这样的一个足球天才 他今年只有22岁 却已经登顶了亚洲身价排行榜 是西甲进球和助攻速最多的日本球员 他出自巴萨的清训营拉玛西亚 年级轻轻就被视为是日本足球的未来之星 后来加入另一支豪门皇家马德利 现在在欧冠16强的皇家社会队 担任队内的绝对核心 这名神童曾经被认为只是小时寥寥 但现在却逐渐兑现天赋 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亚洲一哥 他是日本的梅西九宝剑英 就让我们聊聊他的故事 欢迎收看沙发人物志 让我们一起坐着沙发看体育 那今天呢 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没错 就是足球的亚洲杯正式开踢 那所以呢 因为日本呢 是亚洲杯的夺冠日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来讲讲 日本队的头号球星 效率于皇家社会的日本梅西 九宝剑英 九宝剑英在2001年 出生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川启市 和三三军来自同一个地区 他在两岁的时候 就在爸爸的带领下开始踢足球 并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开始在地方的俱乐部展露头角 当时他的偶像 就是巴塞的团旗 小罗和梅西 也梦想着可以到西班牙踢球 而就在八岁的时候 他的机会来了 当时巴塞罗纳 在日本举办训练营 并表示训练营的MVP 有机会参加巴塞的比赛 看到这一点的九宝非常心动 于是马上报名到横冰参加训练营 结果在300多名参加的球员中 小九宝真的脱颖而出 成功拿下了赛事的MVP 并被邀请加入巴塞的选拔队 参加在比利时举办的悠久赛事 在7场比赛里面 九宝打进6球 虽然球队最后只拿了第三名 但九宝却再一次获选了MVP 这样的表现 获得了教练的高度评价 表示九宝精英非常聪明 非常有天赋 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选手 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到了巴塞的清训队 回到日本的九宝 加入了家乡的球队 穿起前锋的清训队 这里的清训营 是日本近代最成功的球星工厂 出产了三三轩 田中碧 和板仓皇这些知名国角 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清训工厂 九宝精英出色的表现 还是让他不断地跳起参加比赛 终于在2011年 九宝在西班牙接收了巴塞的视讯 最后成功通过考验 加入巴塞的清训队 拉马西亚 于是年仅10岁的九宝 远渡重阳来到西班牙 开始他日本梅西的长生之旅 来到人生地不守的欧洲国度 但是九宝兼英 没有任何畏惧 他表示能踢足球 就是最好的选择 而他对足球的热爱 也超越了一切 有了这样的热情 和天生的球感 九宝的表现飞快的进步 也练出了流利的西班牙文 在这个充满天赋的训练营力 小九宝成为了头号球星 在第一个赛季的30档比赛里面 就打进了74球 获选成为联赛的金缺奖 效率于U12期间 单场打进6球 帮助球队拿下地中海杯 和加泰隆尼亚杯 并成功获选赛事MVP 他被选进巴塞的U14梯队 还被视为日本足球的未来之星 同样年少成名 效率于拉玛西亚 同样是左脚匠 也同样有令人惊艳的盘态技术 让他被媒体叫做 和字梅西 被认为是日本的自保 而因为在足球小匠里面 大公益就是在西甲 效率于巴塞隆纳 所以九宝这样出色的表现 也被认为是 真人版的大公益 本来如果顺利的话 九宝很有机会 一路身上一线队 跟随偶像梅西的脚步 成为巴塞史上 第一个日本球员 不过这个时候 却忽然发生了意外 好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FIFA有一个新规定 18岁以下的外国球员 需要在父母移民的情况下 才能转会俱乐部 而且这个父母的移民原因 是不能和足球相关的 那因为巴塞被发现 多次违反这项规则 私下引进未成年的国际球员 所以被国际组联处于惩罚 包括九宝在内的多名国际球员 都无法参加正式比赛 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九宝只能跟着球队训练 但却不能上场比赛 这样的日子 让他过得非常艰劳 他无奈地告诉妈妈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是想踢球而已 但为了寻找比赛的机会 他最后决定 离开拉玛西亚 为了更好的发展返回日本 于是在2015年3月 九宝回到日本 加入了FC东京的青训队 而作为万众瞩目的天才少年 他的表现 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在只有15岁的时候 他就跳起参加了 U18的全国赛事 而作为大赛史上 第一个初中生 他不但带队夺冠 还拿下了金缺奖 夸张的表现 让球队马上把他登录 进入J3联赛 九宝也成为了 J联赛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并在2017年签下职业合约 正式进入J1联赛 虽然年纪轻轻 就展现了出色的天赋 但和职业球员比起来 九宝的身体对抗性 还是不够出色 所以出场的机会并不多 持续往返在J3和J1的球队 这一段时间 他多次跳起入选日本国庆队 甚至在16岁的时候 就被带去参加U20的世界杯 也参加了很多青年组的大型杯赛 但从小就作为天才成童 九宝当然不会 就这样轻易满足 为了在成年之后重返西班牙 他必须在J1有表现的机会 于是在和教练沟通过后 他被外出到了横冰水手队 并成功打进了 接连赛的第一颗进球 这一段时间 虽然上场机会也不多 但心态上却发生了变化 他意识到 如果要获得稳定的上场时间 就必须在满足球队的要求下 尽可能的展现自己的特点 所以在结束了这一年出界后 九宝回到东京坐稳了主力位置 他在13场比赛里面 打进了4球4助攻 在比赛中上演精彩的Anker Break 甚至还有自由球直接破门的表现 而这时年满18岁的九宝 也终于等来了西甲的邀请 不过不是他梦寐已求的巴塞罗纳 而是另一支豪门 皇家马德里 哪有种手法 是巴塞搞错了九宝的状况 以为九宝的合约还没有到齐 所以就没有主动去联系九宝 另一种手法 是巴塞想要签下九宝 但不保证 有第一堆的出场机会 反正不管怎么样 九宝建英最后是选择加入黄马 终于重返了西班牙联赛 而等待他的考验 才刚刚要开始 2019年夏天 正式加盟黄马 九宝建英也入选了日本的成年国家队 征战位于巴西的梅州杯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梅州杯 早期的梅州杯因为赛制很复杂的关系 经常需要请一些凑速的球队 在2019年 就请了卡达还有日本 篮武士这一次 以小将为主出战 只取得了两边一副的成绩 但九宝却角出了很不错的表现 面对强调身体对抗的南美球员 他多次上演了精彩的突破和过人 展现了精湛成熟的脚下技术 本来黄马是打算 把他下放到B队 但看了美洲杯 还有季前赛的表现过后 最后决定 把他外出到其他球队 适应西甲 本来这么做 是想让球宝慢慢的练机打怪 但是过了几个赛季 他本来耀眼的光芒 却被逐渐磨灭 第一个赛季 效率于生班马马瑞卡队 虽然成为了五大联赛史上 最年轻的日本球员 也收获了西甲生涯第一颗进球 但球队最后保级失败被降级 后来被出到战力更强的比利亚雷尔 他却完全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最后被提前转租到赫塔飞队 这一年他代表日本 参加了东京奥运 为了在主场斩获奖牌 日本队派出了他们的最强阵容 三三勋 远藤航 富安渐阳 球宝渐英 清以色都是日后的知名球星 而作为队内最年轻的球员 球宝在三场小组赛都成功进球 带领日本以小组第一成功进行 可惜在四翔和季军赛 接连败给了西班牙和墨西哥 就差一点点就能掌获奖牌 也让年轻的男武士泪洒当场 回到西甲 他又一次被外租到马勒卡队 和韩国的李刚仁成为了队友 作为东亚的两个足球天才 球宝和李刚仁 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见过面 但这一次却成了竞争对手 来到西甲两年虽然表现可真可点 也留下了不少的名场面 但因为身上阻力会占用非欧名额 黄马最后还是放弃了九宝剑英 也是在2021年 九宝告别了黄马 以650万欧元的转业费 加入皇家社会 作为备受期待的天才少年 他的表现无疑是不如预许的 开始有不少人觉得他只是小时寥寥 认为他已经失恋废了 就连他的身价也跌到了谷底 但正是经过了这些挫折和磨练 让九宝剑英彻底的脱胎换骨 终于在西甲对线天赋 2022年 九宝转回到皇家社会 本来的目标只是作文主力 争取拿到欧联的名额 但是有了足够的上场时间 和资深险辈 什勒瓦的大力帮助 九宝在这一年突飞猛进 他可以踢前锋 也可以踢中场 成为了球队的进攻核心 也完美展现了 他为什么叫做日本梅西 他擅长利用盘带技术摆脱对手 从边路那些发动进攻 利用快速的启动制造犯规 除了过人和终结能力非常出色 在场上也有绝佳的大局观 总是能冷静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精湛的小范围盘带和传球技巧 还真的让人看到了梅西的影子 在巴斯克德比穿挡过人色门得分 进球之后霸气地拖一庆祝 让整座城市都为他疯狂 这个赛季 他出赛35场打进球球7助攻 带领皇家社会 时隔10年重返欧冠联赛 被评为西甲的最佳11人 还被选为队内的MVP 仅仅一个赛季就完成了退变 让人们又重新注意到了 这名日本天才 童年他入选国家队 征战世界杯 虽然在主教练 森宝尼的安排下 九宝并没有太多亮眼的表现 但日本在小组赛 接连几败德国和西班牙 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 他们的实力 这一支日本队 绝对会成为 不可忽视的亚洲强权 结束了世界杯回到西甲 2023年的九宝再度进化 据说沙奥地阿拉伯这一边 为他开出了天价合约 但是被九宝拒绝了 本赛季目前为止出赛18场 打进6球传出3次助攻 成为了西甲史上进球最多 助攻最多的日本球员 也帮助球队 在欧冠小组赛排名第一名 进入到了16场赛 可以看到他在比赛的时候 踢得越来越自在 甚至还有进球后热舞的庆祝动作 而比这更夸张的 是他们国家队的表现 去年的日本队 打出了一波十连胜 其中击败了德国和土耳其 这样有实力的对手 也学习了缅甸和泰国 这些亚洲对手 在这样容缩率更高的比赛上 教练也解放了 对九宝的使用 他在日本队 担任进攻行动场 成为了整个队伍的绝对核心 靠着精准的传球撕裂防线 尤其是在面对德国的比赛 仅仅20分钟 就传出了两次助攻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一整年的出色表现 让他的身价暴涨 从离开黄马时的750万欧元 来到现在的6000万欧元 成为了亚洲球员的身价第一人 年仅22岁 他还有无限可能 足球小将的故事 有可能真的正在上演 从天才成童 到成为桑中涌代表 又到现在终于对线天赋 仔细一看 其实主宝坚英也才22岁 依旧是潜力无限的未来之星 也是最有希望成为巨星的亚洲球员 而就在刚开始的足球亚洲杯 他也即将迎来重大的挑战 就在不久前的西甲赛事 他才因为对手不合理的恶意犯规导致受伤 而现在代表日本出战亚洲杯 他是不是要拿出最好的表现 带领日本拿下亚洲冠军 作为现在亚洲的第一强队 和备受瞩目的亚洲身价第一人 日本队和九宝坚英 会拿出怎么样的表现 未来的九宝能不能重返豪门 成为新世代的亚洲一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亚洲杯呢 在今天就正式开打了 虽然说我不确定运彩到时候会不会买 但如果有卖的话 我这边一律建议 无脑买日韩 保证让你赚得盆满不满 那就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eç yak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